HK拿下他們的第一場勝利 馬上來看一下這一場的對決 HK依舊是在藍方的位置 那N17是紅方 前面的一個BB從第一個蛇女去做封鎖的 在N17的話 也是二話不說克里斯塔進入了BAN位 雷茲 雷茲 這也是BAN掉 對 現在還是上了一個 算是招牌的中路 不過還是提防 把一個APEX擅長的蛇女 跟當季非常流行的雷茲 BAN掉了 我覺得阿齊爾跟SIGUID 是會在等一下的BAN掉 可能會出現的 是不是 我覺得雷茲是不是可以玩一點BAN的 因為APEX個人 使用雷茲的一個經驗其實是很少的 而且有可能是你不BAN的話 MV7的最後一BAN 雖然上一場是沒有 不過有可能是他們會抗下 要BAN雷茲的壓力 不過其實打的套路是 有點類似第二場的一個方式 他已經BAN兩顆LAD第三個D 會不會是Etherail 然後拿法陸式這樣的套路 對 非常有可能 因為現在看起來 MV7可能當下解決不了的溝通能力 所以乾脆發揮他們單線的 實力 所以直接選出一個 可以自己carry的角色 確實在這個MV7後 逐漸明朗了嘛 就是這個 在韓文跟中文方面 其實確實是 話比相比 二零星也是少了一遍 沒錯 就希望後續慢慢的改掉 那在柔一的封鎖之後 最後一陰氣變成了 實話你Etherail放得出來 也代表著 其實法務所Etherail 在AD的一個角色 陷阱上是沒有這麼嚴重 HK 傻客 傻客 因為現在其實蠻多人 在佳文放出來 沒有10瓦影的情況下 會先搶一下 可能像佳文4次 但是現在的話 可能是要打一個 有可能換HK 這邊要打一個4保1的戰士 因為其實UNIFY的單線實力 我相信也是非常輕色的 就要看一下了 因為UNIFY真的 角色值不再畫一下 實力也是非常頂先 所以在目前的AD選擇權 先為HK 趕緊拿下Etherail 看起來沒有BANS決定自己要先拿 尤其外面放了還有很多 在沒有雷之之下 阿齊爾還在外面 我覺得AD這一場 比較偏設想的方式 是對面可能是拿阿齊爾 我這邊拿一個Etherail 再搭一個Jungle 那現在對面拿了一個雜客 可能是稍微有點跳動 這除非Move本身 就要拿一個雜客 對 不過傻文在外面 對 沒錯 傻文也在外面 或者是一些坦型的 坦型的角色 目前看起來雜客是最先的手術 但是在10瓦影對面的情況下 對 這也是 這個GEAR最常講的一句話 這個 三大節省 三大節省 三個都是同一個人 就什麼 他的本名嘛 然後他的那個 花的GEAR 這都是同一個人 A17 罵渣後續先趕緊拿起來 另外一邊前 HK這一招是拿下GEAR 雙射手 那酷奇搭配的是 法洛斯趕緊拿了 這第三個PG如果再不拿 後續AD封鎖就接種而來了 對 酷奇中路在最近JT也有使用過 那有打出 也是一樣是前期文農 後期會戰打出非常高的傷害 就算打不到會戰 他也是單人分推 我覺得都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甚至我們已經看過很多比賽 酷奇對上馬爾 只要他先出水贏 他就不可能會被馬爾強或單殺 對 所以酷奇這角色其實還是 偏向於比較穩定 那後期輸出也夠高的角色 所以在整體的陣容來說 可能沒有辦法做到一些CC幫助Jungle 所以在第一個PG拿下 雜客看起來就是情有可原的 對 而且後面補上法洛斯 也是補上一個蠻強力的CC控制 對 那在M17後續拿下的是 布朗姆第三個輔助 鞏固了一下下路的一個組合後 再由下路去做起手 M17看起來在這一場也是鐵打下路 因為一、二場真的在整體的 一個演位數據分布上面可以看出來 M17下路的一個重點是非常非常多的 沒錯 但我比較替M17擔心的是 他們的Jungle還有什麼可以選 因為目前札克被選手了 失望了一個更直接BAN了 然後就看他會不會等一下 之後會BAN BAN掉的佳文 不過是有可能要誘導對方選佳文 因為畢竟第一場莫名的佳文 表現是沒有到那麼亮眼的 對 而且這一個BAN 其實更可以讓HK去做考慮 要不要拿佳文 因為拿佳文其實對面是可以拿珍娜的 在這種雙carriage的情況下 拿珍娜算是不錯的選擇 那你拿到佳文 我還會用珍娜去做Counter 所以這一個點已經變成有點半HK 不會再舉倒了舉的 因為你在最後的一個BAN PIG來說 BAN 佳文坦可以做一個寶 沒錯 可是讓M17擔心 我這邊是MOOVE MOOVE這邊是有稍前狀況嗎 還是畫面只是不小心帶到而已 不看起來又是稍微的 有一點小小的要做調整嗎 沒有沒有 沒事 是BAN 佳文 是BAN 佳文 我還是選擇保險 因為BAN 佳文還是 目前當版本的主流角 尤其對方又已經出了M17操娜了 有可能會讓自己的前期酷級過得非常難過 或者是酷齊不要出野區 然後變得雜客非常難過 這一個卡麗 其實是要嘗一下最後一手的3D 看起來是非常合力 3D在這兩場的一個表現 其實至少都在平均之上 那如果在這一個你先拿的船長的話 還是有點危險 對 我反而覺得HK其實是可以亮船長的 因為喜卡蜜爾已經進入BAN 角名單之中了 目前能夠真的把船長打爆的上路角色 不多啦 真的不多 除非你拿菲歐拉來硬砍 菲歐拉 對 納爾可以嗎 納爾可以打算打 納爾我覺得是可以 但不可能到卡麗那麼誇張 所以我覺得船長選下來是沒有問題的 輔助 珍娜吧 珍娜的機率 應該比Lulu高很多 我覺得珍娜是比較萬用一點啦 畢竟她 我覺得差在給盾的距離 珍娜真的給盾的距離太遠了 所以她又 除了保AD很強之外 自身保護能力也非常非常好 對 Lulu比較偏向就是有點進攻期 對 她也是比較 跟著納比她比較偏進攻的 對 所以在最後的選擇 船長放出來之後 N17 這一個卡麗絲 拿這個吸血鬼 就合理的卡麗絲 在第四個peak 補足了物傷層面的這個效果 因為N17確實 如果在這個時間拿佛拉底面 那姜格如拿比較偏坦的角色的話 整體的AP太重了 所以這一個卡麗絲選起來 搭配著 霍拉底面跟馬爾扎 這樣子一個AP AD傷害去做補足 選起來也算是滿合理的 對 不過目前看起來 馬迪的唯一CCG2 在馬爾扎他身上 他沒有一個很明顯的團控 就只有一個Dreamman的存款而已 所以可能打會戰的話 要小心鋼姆朗的大範圍控制 跟珍娜的 有可能鞋軌被珍娜 鞋軌跟卡麗絲被珍娜吹出去之後 他們就沒有後續的CCG 可以繼續打會戰 對 我覺得這一點其實滿重要的 在於兩個 第一個就是剛剛柏林老師提到的 這一個就是卡麗絲跟柏拉底尼爾 就是鞋鞋軌被趕出的會戰這個點 第二個可能是鞋鞋軌或是卡麗絲 其中一個人進場 其他人被珍娜給吹走 這樣的情況下孤立無援 這N17其實在這個團戰 也會比較難打 所以珍娜這一個PG 其實在這一場 有著扭轉命運的機會 就因為在剛剛的情況下 其實進場的人員 N17這一場是偏多的 珍娜這個角色 如果能夠獨擋出的話 我覺得是很有可能造就一個 就算獨打舞 但無論是法庭門或是卡麗絲 可能只有一個人 會在比較偏遠的位置地罵出去 其實光看陣型的話 左邊打會戰一定是強非常非常多 但右邊的話相反來說 他們單抓很強 所以他們可以多利用 可能像伊澤瑞爾出海濱霸選之後的機動性 或者是像卡麗絲跟馬爾達 他的高爆發高傷害 去做一些野區的入侵 我覺得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的話 抽到大後期我覺得 我比較看好 HK這邊大後期的陣容 對 而且說實在 其實馬爾達跟佛拉提米爾 這兩隻角色的一個親線能力 相比於對面其實是也都不差的 可能還有機會抓到優勢 所以其實他們是有機會做一個 可能中野或是上野的一個入侵 在前期有一些找機會 所以N17其實在前期抓單階的能力 不差看有沒有辦法可以掌握去 不過我覺得這也是滿大的問題 在於其實在這兩場來說 演技並沒有在前期掌握到很大量的優勢 對 他們的這種其實都在前期 可以打出一些部分 不過他們其實都沒有做得太好 而且第二場會贏其實也是 我覺得整場看下來都是看對方失誤 然後抓緊失誤才贏 因為也可以說是Dreamer反開太好了 就像剛剛分析台前的VP一樣 對方開戰之後 Dreamer反開太漂亮 然後成功反開兩三次之後 才贏下遊戲的 所以也要考驗到這一場 一樣選出馬爾達哈 要考驗到他們的開戰能力 或單轉能力到底還 就是要考驗APEX 對APEX在這連三場的馬爾達哈 確實有像在走樓梯一樣 一步一步往上走的感覺 有 但這個在這樣的一個比賽來說 你可能一步要跨至少三階樓梯吧 對 一步一步跨這樣的一個進步幅度 其實是偏慢的 因為第一場第二場看出來 其實APEX開始有一些針對的意味了 包括開始做一些蹲點跟支援 速度是有比第一場的快很多 大決的釋放 我相信大家如果用手指算 應該也是多了幾次啦 對 有多 有多幾次啦 跟第一場比的話 可能誰都多了幾次 對 所以 我覺得在第三場 它是有要站出來 因為當然馬爾達哈這角色 carry能力嘛 其實相較於APEX喜歡玩的那幾個角色 其實真的沒有這麼強 但是它的控場跟整體的一個打法 其實是可以圍繞在APEX這裡搭的 對 所以 而且剛剛有提到就是 MV7整個五隻英雄 就只有馬爾達哈一個人有強控而已 所以他一定要主動去找 我覺得他可以主動去找雜客 因為畢竟在 酷期還沒有三項跟法川寫之前 他的傷害是不夠高的 所以他不可能在野區 就直接單殺掉馬爾達哈 所以他可以直接配合 馬爾達哈直接帶著卡莉斯 進去找雜客 我也是這一場比較 可以投資的一個點 對 確實來到後期 對 這個左邊的一個陣容 真的是有點強 畢竟怎麼有 大一個雙AP 又是船長這樣的情況 沒錯 這個拖到後期的話 對MG其實是舒適的 就要看他們如何去在前進待進 風向 那另外當然就是HKE這一個換人 結果郭文老師你個人認為 在第二場的一個落敗HKE 真的是有關於中路的問題比較大 我覺得中路的話 可能會有綁定於角色池的關係 我覺得HKE 那個第二角色池會比較火一點 就是他可以隨時跟著BENVIG 來變換角色 那這場的話選出射手的話 也是平常 過去CHAWEI比較不常拿的角色 有可能會在後期Carry能力上 會比較高一點 對 因為作為KUKI這個角色 在打馬爾達哈的時候 如果進入了一個 在第二場 如果第二場的一個狀況 就是他們在上下塔 有先掉落嘛 雙方都是這樣的情況下 要準備轉中路的時候 KUKI不會比其他角色 更容易把馬爾達哈的盾給破掉 那或許破掉之後 才可以讓札克有機會去做進場 所以我覺得在整體選擇來說 這一個KUKI 其實有可能可以幫助中路 再打出這個角色 對 因為以往CHAWEI 能夠單線Carry的角色 可能像是辛朵拉這種比較常見 那現在的話 辛朵拉是很難打穿對 現在主流的 包括雷姿阿祈兒這種角色的 所以乾脆就是選一個 後期穩定舒適的KUKI 然後換Dee兒來試試看 對 就說阿祈兒第三場其實沒有被打 對 好像也沒被 沒被沒人拿 對 沒被人 是其實有 是開始有一點這種 就是玄機在 因為我也很少看到 MX玩阿祈兒 當然可能是近年 可能去年的這個阿祈兒 比較不活躍 對 對 那可能大將的話 主要是在於真的這兩週的一個 阿祈兒被率 HKS但是太高了 沒錯 所以這兩位選手的阿祈兒能不能 會不會使用 跟能不能使用 會成為後續 除非阿祈兒之後被改爛 要不然在接下來 他們可能會遭受到那種 必須在一開始就先扛一個阿祈兒被的問題 這其實我覺得蠻嚴重的 我覺得8.2的改動已經出來了 然後也算是一個主流線 就目前主流全部改了 包括盜竊的高手也要被改了 所以有可能後面的因素都還不確定 而且我覺得說不是改那個 什麼跳潛水都拔掉了 對 就是把眼池 輔助有沒有傷 你覺得 我覺得沒有耶 反正對輔助是好事 就是把眼池放在跳潛道具裡面 這樣反而讓輔助可以更活躍的 去出其他裝備 所以對於輔助是友善的 那也是讓輔助的選手夠強的 是更有機會可以跳出來可以 對 因為他可以出更多 就是強化輔助自身 不然以前一定要把 綁定一個800塊一定要出眼池 是一個比較麻煩的一件事情 三弟笑了 三弟 看起來現在 其實心情已經沒有這麼差 而且其實在第二場 看到三弟的時候 就拍到他的時候 他其實也是在笑的 看出來他是經過 就是大風大浪的這個感覺 對 雖然真的在打 雖然真的啦 我覺得那一次去年的Rift Rival 真的我就有幫不到M7的這個景點 因為M7你在當時的一個狀況 要到世界賽是非常非常困難 沒錯 對 所以那一次可以跟 就是其他賽區的隊伍去做交流 我覺得對於M7來說 絕對是有學到不少東西的 對 而且其實三弟 他的個人KM能力 其實在前一個賽季 就已經大家看得很清楚 那這個賽季 其實這個賽季剛開賽 就看到他其實完全功力不減 自己還蠻開心的 好的 各位 第三場比賽 正式開始 前面看一下雙方應該是沒有要 躍局啦 之前好像看過一等的這個 團戰 不過太少了太少 現在真的太少了 對 太少了 看一下基本的一個代法 兩個瞬級步伐 雙AD 瞬級法太強了 對 而且其實我之前還看過 我史瓦尼也是在瞬級步伐的 其實他在 瞬級步伐的勝率跟 烈力衝擊是差不多的 就是他直接打過來 也能維持自己很高的血量 或者是他在GANK的時候 打到人第一下 加砲的時候 直接硬貼在他身上 都有看過 對 那個觸發 其實就會變成比較快了 所以 這兩種方法都有人帶啦 而且其實韓國最近 也就比較偏向這種 也是有瞬級步伐的代法的 就是他開發出來 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嘗試啦 只是希望不要再RANK 好的 這個比賽開始 N17 上路開局 這部有想要演戲嘛 N17感覺沒有要演耶 這部N17是直接 跟大家說我的MOVE是 上路開局 沒有要演 要拉線 而另外一邊其實 札克也是單開 其實比較可憐 不過札克開戰狼 也是比較常看到的事情 沒錯 他可以 就是角色的關係 所以他也不怕血量的消耗啦 所以兩邊就是下路完全不演 只在下路正常對線 畢竟你演過頭的話 有可能兵線 就直接被對方送進來了 對 感覺打 打六鳥 打太痛了 打一隻的感覺 點W就太虧了 那就打個三隻的吧 那感覺是比較舒服 看一下 下面是GEAR 庫奇 也算是比較常規啦 這個超雙之魚接的一個基本 算是AD代法走中路 庫奇的感覺 差不多 也是走AD的一個點法 對 只是這場HK一定要提防 卡麗絲跟馬達爾入侵 他們JUMNi在每次出來之前 一定要先把眼睛放好再去弄野怪 不然 喔 這麼快就入侵啦 來了來了 這Move的第一等套路 這個第一局的套路在這個第三場 依舊秀 不過已經沒看到了 對 這個 我覺得JUMNi也是非常有打野的意識啦 直接放掉這個藍BUFF 然後再騎完三浪之後 就開始往下半復抗 這一波看有沒有辦法趕緊過去 感覺有一點慢啊 他吃這個紅BUFF 雖然有重擊啦 但是UNIFY跟Destiny是非常有意識的喔 他是直接把兵線送進去 所以等一下扎克 欸 路易斯來了 看到了 還有要砍掉那個嗎 喔 他朋友要砍掉就是放對面走了 對 所以剛如果有砍掉的話是想要拚的 非常漂亮喔 是有稍微亂到Move的動向 這樣只要法洛斯趕快把兵線送進去 就可以支援扎克吃這個藍了 對 而且前面其實船長竟然給到的是比較推線的優勢 而且他Q的應該是蠻高興的 他身上竟然有兩個前代 畢竟其實血鬼也是一個對線 前期對線蠻爛的一個角色啦 就是在他Q技能高之前是沒有什麼壓力 其實我有看過一開始 一開始的這個血鬼是帶重擊的 然後他去選擇先幫這個隊友開一個Jungle 然後因為重擊我每次他轉速本身就平快 所以再回去可以再換 然後現在的話果然是照 剛剛UNIFY推線的時候 趕快把珍娜扣過來配他吃這個藍 就要可以趕在卡列斯到來之前把這個藍給吃掉 只有Rush這樣子讓Jungle不會有前期虧這個buff的問題 雖然現在buff當然沒有額外的多餘性用 對 可是對於這個效果來說還是要務必把握 前面推線效果看起來畫我的一作夢啊 現在在這個上的位置 又被推進去 反而是馬爾札哈在換血上面躍出了Gear 因為Gear其實前面雖然在三向出來是比較弱 但是在單打能力上面還是會贏馬爾札哈 對 馬爾札哈還是有個TP的啊 對 像這個法術還是厲害的 這波直接TP回來 狀態不好的Gear也是得先請回家 不過對於Gear來說應該不算是太壞的事情 主要還是他的這個起手太拳 對 而且他也是在傳送的 所以他其實回來繼續跟馬爾札哈糊弄也不是問題 對 所以在穩定度來說跟發育一定會比對面先好一些喔 欸庫吉本身推線快 所以 比較可惜是就算帶著這個 小兵的這個效果 去的氣 其實還是打不出機會 往前要貼 這個 人如其人的這個布朗姆Dreamer 感覺還是想要幫助隊友 董固兵線啦 不過最後這個兵線其實太難了 對 跟曾娜打你要怎麼把兵線給控制住 曾娜真的很煩 他現在是W可以poke掉英雄的血量 然後甚至推得慢的話 他救個風也是可以強化AD的推線能力 又來了 這一次是Move偷完了也成功跳走 兩邊交叉 N17跟這個HKA雙方槍口都互相看到了 這邊Gear回去選擇第一件裝備是閃耀劍喔 因為之前其實看LMX賽區就有示範過 打瑪爾第一件直接不管372其實只衝水銀 這樣他出閃耀劍的話 有可能是有 是給機會讓瑪爾瓦哈跟卡萊斯殺掉他第一波的 對 除非他真的是 看起來應該沒有 他的補品應該是足夠有這個水值的 這個錢啦 這個 這個 閃耀劍是比水銀便宜一點 但他那個 看那個補品應該是有的 其實他選擇不出 不太怕 LMX在前兩場 看著給的壓力 Gear在可能後台都已經看到了 直接上去打 直接上去打 開出光盾之後 點燃跟著走的N17 應該沒辦法打了小兵交會 這不還是有炮車波呢 他們應該是想要趁著珍娜一技能還沒點高 然後CD CD我現在不確定他是兩等點 就是W是一等還兩等 如果一技能是一等的話 CD就要18秒 應該是趁著這個空檔想要打一波 但是傷害很明顯還不夠 對 不過這個嘗試感覺比較好 因為畢竟在 感覺在前期 如果不兇的話 你在之後的兌現期 應該是沒什麼機會 在兇了 這邊保護太強了 後面那個盾疊起來後 對波朗姆怎麼兇過兇不爭啊 他們應該是想要 想要打那一波 然後看能不能把任務還打回家 因為他們兌現實在太痛苦了 現在伊政瑞也已經落後了 快要20隻了 對 速度兵線 載之力 然後 N17 出不太去 前面有一波嘗試 雖然要打出來這時間點再一個Q 不過效果還是無法勸推對面啊 對面這個雖然光盾開掉了 不過搭了珍娜之後 就是光盾治癒的一個下路帶法 對 完全賴線 你帶了個點燃換東西其實真的不夠 很痛苦 很痛苦 這一波兵線如果沒人救 應該是回不了家 木斧是不是要趕緊過來 幫忙下路推個兵線 而且現在被壓的另外一個問題是 一直回不了 加出水滴 這很虧的 對 而且水滴有錢後 基本就是要回去趕緊買了 所以要看能不能幫忙推一下 其實我覺得就算木斧來下路 有可能會被2打3 如果處理的 沒有到太 就是團隊的空沒有很好的話 是有可能被珍娜加法龍蛇2打3的 所以他可能就覺得 選擇沒有來支援 趕快做下半部的野區視野 還是入侵啊 這兩次 上入侵過了 下野入侵過了 做了一個視野 藍色打野刀把對面的下路 點的算是燈火通明啊 這兩個眼睛 基本一定抓得到札可的位置 只要他能下路的話 對 現在只要馬爾瓦他回去 喔他是直接先出 失落之章 我想說 也有馬爾瓦他 是直接回去先出CD血的 就可以趕快讓 第一波開完大爪 然後趕快轉好 對 而且這種 就是這個法蘇達 CD血真的 召喚事件很快的飛起 對 閃現好像只剩下200秒左右 很舒服的 這波Jumine 輪到他的紅BUFF 重生石已經被對面給確認到了 引起一個 直接Ping點 就是往對面的藍BUFF去走 這一波Rilis還在被壓塔 不可能像第一回這樣子 一開始的時間 可以去鬧對面的獎勢 自己都過得不是很舒服 斜鬼在大概7等之後 他的Q技能來到4等 其實就很容易 把對方的英雄 就可以達到五層換血了 就一直用平凡的Q技能 去騷擾對方的英雄 只要能夠滿怒吸到一次 對方其實就換不一盒了 這時間點感覺 已經慢慢是一個A17的衝上演優勢了 可以來到這個 對面的野區 快速啟解 在另外一邊 伊德瑞爾 遲遲找不到回家的空檔 很痛苦啊 想要水滴出不了 身上已經是磨乾的情況了 對這也是法洛斯大戰那無恥的地方 就是他會一直把兵線推進去 然後你在塔下 一定要把兵撿完 然後兵撿完的時候 下一波又進來了 所以就是會這樣無限輪回 然後吃兵就會一直被拉開 他再不回家出水滴 這個水滴疊的這個時間拉長的話 後面的團戰不是很好打 應該說中期團戰 因為到後期真的就是一個雙 AD的一個傷害 HK真的會比較恐怖 N7要抓住伊德瑞爾 一個終極強勢水滴疊滿的那波打團戰 但現在你不出水滴 那真的是沒有辦法 我覺得現在可能 馬爾莎跟卡雷斯要開始做事了 不然他們下路這個 痛苦會一直存在的 可能是要在上半部做一點事情 或者是直接來給下半部壓力 我覺得至少也可以 還有個機會 N7的草叢 在下半的草叢其實插了兩個眼 這兩個眼是兩個TP 七六鬼回去換就可以了 滿好奇不然我怎麼插到二草眼的 應該是 偷插的 對應該是趁那是偷 這兩個下路線有離開 這兩個下路組合有離開下路的時候 吃個果實的時候 有優勢的推線 在有果實的情況下 現在還可以一直猛吃果實 這波N7成功推到了 哇 趁那邊吃果實的時候 其實我推到 可能寧願不吃果實 我也要繼續壓他們 不然這樣 就前面壓得有點白費掉了 這波果實是不是 有點失誤了 但可能是想要把雙 因為也要考慮到 卡莉斯會來gang的問題 所以要把血線拉高一點 對 可是他們這波吃完 也就是只能回家 對 也就只能回家 然後對面還比他們早回家 所以可能要有待考量一下 對 這一波其實就稍微拖了一點 自己本身前期這個壓線的節奏 對面水滴閃要出來 CD斜 要開始狂Q猛Q 賺錢 兼疊水滴 對 趕緊走了 這波兩邊看起來 這一場最激烈的 就是兩邊的Jungle 對 尤其是Move他打的各個兇狠 他是有一直 深入到對方的野區去 放一些很深的野 但扎克 與自己立開Move的路徑 然後 其實酷奇也是非常聰明 他沒有 他幾乎沒有進入草叢任何一次 而且他在第二個裝備就 果斷出了水音 他的這個 這個裝備也已經補好了 對 他泰服品因為是先出了 所以也已經疊滿了 對 在剛剛的時候 在吃龍的時候已經疊滿 看起來現在 松露的一個經濟還是來得 比較不錯 拉個線啊 拉不住拉不住 這想要拉線有點難了 有個來回的這個 回家的這個時間差 對 其實算是M7抓得還不錯的 對面應該抓到對面的一個空檔 瞬間離開就回家 這樣等伊特瑞爾已經回補過之後 他其實就不怕尼牙了 因為他其實被尼牙的話 他可以 邊疊水滴 所以其實這邊 可能 法洛斯特技珍娜的壓線能力 喔 現在看這波多 來到中間位置 水銀直接解開 是跟著跳 將自己的將手過不來 就會在後面繞了一下 不過基爾完全不怕 只交了一個水銀 就擺脫了 擺脫了對面這一次 中野的夾攻 哇 這就是 已經浪費掉了 馬爾瓦哈第一波大絕跟 喔 卡爾斯大絕沒有用 所以是 只有用到馬爾瓦哈的 不過他是沒有出 愛歐尼亞的 所以他可能轉這個 要轉個兩分鐘 對 CD其實還沒出來 就是比較尷尬 尼牙 三分之二的一個 力量已經在身上了 現在很舒服 我覺得打這個 感覺不太多問題了 拉的距離加速 反身打 有機會踢啊 他用桶子的加速 拉掉了對面 一個一技能爆的位置 對 但他不太敢躲 因為可能會被他的 滿路復技能 加血池給bath到 稍微壓制住 不過另外 下路位 迪乃金要來了 來了高 往前跳 抓伊哲瑞有抓到 冰冰已經沒一技能 一個帶 不過一個金人一個閃 後面TP還要來 HK趕緊撤退TP也取消 是APEX的TP 並沒有選擇到來 不過這一波 引起雙人反應 對 因為其實Dramm他帶的是餅乾 所以他沒有點金人 所以他直接是 直接角速成績的閃線 另外一邊 在HK打很兇的同時 另外一邊的人也來了 不過木佛斯站在了 這邊的眼上 想進攻沒什麼機會 以伊哲瑞爾來說 還是交表吧 會比較閃線好 對 一定的 對 一定的這個 雖然現在要 這後續要再出裝 而且以伊哲瑞爾來說 表那個其實還蠻卡位 伊哲瑞爾很容易出到蠻裝 他想趕緊賣啊 哇 這個視野不知 其實這場其實少很多啊 哦 哦 想打 不過他因為 吸血鬼換血能力真的太強了 而且其實吸血鬼 他現在起攻法術 換的是點燃 所以真的打一波的話 鋼譜不一定打得 不過三地帶也是點燃 對啊 這波真的 我們會想說可以 要打一波也是怕還是怕 還是怕 小路位子 要打 往前跳 打一個大絕 不過曾娜這一抽 要運反有機會逃走 可惜的是對方目標是曾娜 曾娜趕緊將來拉開距離 趕緊將在這邊有沒有機會 左邊趕來是閃現Elicat 直接閃握留住 巴洛斯已經倒下之後 曾娜驚人也於是無可 直接倒下 剩下一人的詹姆乃 趕緊精神交自己的Key 趕緊過來這邊 不是說三地也到了 這地步五打四打 三地的一個到場 讓隊友繼續進攻 此前詹姆乃 準備要來換下這個卡式 有沒有機會換到呢 沒有換到 四塊的一個軟泥之後 被上路下來的三地拿了一個DoubleKey 天啊 我們 我真的只能說 MV7充分利用鐘表的OP耶 因為我們知道 鐘表最常利用在塔殺的時候 轉移塔的攻擊目標 那他們剛剛就是 瘋狂利用這一點 各種叮耶 各種 卡在打我叮一下 然後轉給別人 然後在打卡力的時候 卡力士又叮了一下 再轉給別人 然後真的是 讓大家輪流塔塔的傷害 最後完成這一次完美的塔殺 這一波的這個 整個進攻來說 其實射響的非常 我覺得非常周旋 非常遠的 對 因為這個鐘眼也已經來到 直接閃握 其實一開始是真的 ZWIMER打得太好了啦 他成功把兩個人都上了硬技 然後跟他開完R之後 不繼續吹 要趕快跑掉 就是因為他的硬技快要滿了 他如果繼續吹的話 再被打一下硬技就爆了 那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每個人都是 扛到不行之後 趕快開清晨 一直有一個金色的人 你知道嗎 一個團戰至少有三個嘛 你知道現在如果有那個S6 然後沒有玩 然後S8剛回鍋 想說這到底什麼奇怪的會戰 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早就有驚人 為什麼一直有人盯來盯去的 對 但這一波確實這個 就錶的能力 展露無遺啊 真的在進攻方的一個錶的進攻 就你防守方你已經 被包夾後你的盯起來也是 但進攻方的真的這一波 就錶的能力實在是太強了 對 真的是 他的 我真的覺得 鐘錶能夠轉移他的攻擊目標 這一點也是真的太OP了 所以才會讓塔殺變得非常無恥 感覺是不是因為有這個錶 要讓 就隊伍來說打得比較兇一點 對 而且現在也是因為塔里克的關係 所以他可以無敵兩秒 再無敵兩秒 這是很煩的 很莫名其妙 奇怪了 一個人無敵四秒 這遊戲真是不好玩啊 這邊move 趕緊拿了一個 預示者 在優勢的情況下 大搜突的時候 小龍預示者 前面拿到 幕府這一場打得算是 就比較偏入侵抓位置的感覺 札克似乎沒有太多的機會 一直都是被對面有點抓到的感覺 一直在逃跑 對 這有辦法 因為他畢竟是一個前期劣勢的角色 然後其實酷騎加鋼普 前期都劣勢 所以他的野區一定會 不斷地被入侵加插眼 對 這算是比較痛苦 不過 他漸漸的裝備也要拉起來了 HK後期的一個能力 其實還是非常恐怖的 所以現在mc必須掌握這個優勢 準備再度的入野 沒水贏了 mc已經跟第一場比起來 進步非常非常多了 他們第一場是一樣選了一個 前期非常強勢的陣容 但幾乎沒有開到任何團戰 現在的話是在早早 十五分鐘到十六分鐘左右 就已經把下一塔拔掉了 然後執行完塔殺 拿完一隻則再拔完上一塔了 而且完全是鞏固了對面上半部的野區 這樣子其實以move的角度來說 他可能就有三邊的野怪這一次 除了自己邊的上下之外 還有HKA的上半部 基本都是由move個人在統計的 而且我們記得我們在第一場打完 我們就有討論說 是不是該給move選一些像是 李欣卡莉絲這樣的角色 伊莉絲這種的 然後他就真的選出來了 讓你看到其實發揮的真的還不錯 另外亞昂進攻 Jimmy跳到前面卻是直接被握 注意用大絕想要撤退的 同時在空中就直接倒下了 團長大絕想要做支援 不過HKA的另外人員 絲毫不敢往前走 這一波Jimmy的跳路 就直接了黑白畫面 其實我覺得剛剛Dreamer 不是 剛剛Destiny 可以把Move的時候 他直接吹斷 我 對啊 我記得他是在 他握的時候就有大絕 而且他是可以把他吹斷掉的 嘗試斷掉自己 對 就可以直接把 救命來救回來 然後留下Epic Epic 雖然斷了之後 也有可能閃電夠強 但至少可以趕快吹斷掉 這一個 這一場 聲勢好大 這兩邊的Jungle 各處走 各處走 好亂啊 這兩邊 不過確實真的看得出來 就是Move的入侵 非常之兇猛 對 他都在別人家 他都在別人家 他其實都非常 呃 很常去對方野區放眼了 這算是非常兇的一位韓越 現在HKA的人員 已經是第二位 這是什麼情況 六 六眼合一 對 六眼還七眼 七眼就七龍珠了 差一個紅眼的話 可能現賺大概一百塊左右 這邊大肆搜刮 這誰也沒想到 一個小小的 這個河道窄口區 對 滿滿的眼睛 都插在那了 現在HKA只要濃到 法洛士兩件套 然後 那個 真娜的製作模式出來 其實就可以開始跟對方打團戰了 開始收刮了 不過一個三十 兩個三個另外三塊 超巧 超巧 有三個那個混水摸影在裡面 這是被那個 壓榨了 這個錢都挺少的 一塊錢的岩 現在還是得打 因為那個給的視野其實還是滿關鍵的 但是給的錢又特別少 而且現在 其實3Z還沒有把他的第一個招呼技能 傳送耶 他還是當鬼步在用 可能是 想要殺閃線過去砍到 不過跳已經用過了 對 也是直接用閃線換閃線 不過現在真的 就招呼技能都還沒換 剛剛那個3Z也都是鬼步 他想要繼續打 因為畢竟到現在都還是MV7的角色強勢期 所以他沒有必要這麼早換傳送去支援其他的路 而且說這個分推現在 因為以MV7的優勢來看的話 馬拉扎哈都可以先擔當一個分推的位置 因為現在真的對面的 就是上路可能還不夠強 然後庫吉其實也沒有太多的壓制力 剛剛也被打退 所以馬扎哈成帶了一個分推位 拿了二頭 我只能說MV7後兩場跟第一場 完全是截然不同的隊伍耶 他們這一場打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雖然可能馬爾扎哈大絕還沒有誤到幾次 不過他們已經藉由卡利斯的強勢 去進入非常多野區的會戰了 目標很明確 然後打法也算是蠻乾淨的 在整體來說是沒有太多絲毫的一些動作 而且由卡利斯跟馬爾扎哈在的隊伍 是有辦法20分鐘巴龍一出直接吃掉的 所以對於HK現在比較危險一點 不過他們船長發育 接下來還是有穩穩拉住啦 沒有到很嚴重 但確實需要一點時間就是 因為他至少沒死啦 對於Rex來說已經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至少沒有被鑄嘛 不像第二場 這個3D這麼慘 剛剛是不知道是哪一邊的支援燈喔 可能是 我覺得其實紅方的眼位 也是足夠他們安全的吃巴龍 只是他們唯一的擔心的點 就是鋼普朗克大絕而已 鋼普朗克剛剛也是已經有一個效果 他的這個500枚的這個海賊比 已經是在手上了 他買出的這個大絕已經是不同等級 我想要抓 鋼普朗出來還砍了一刀 被Q勾到了 對他剛剛是在轉角的時候看到扎克 如果沒有扎克的話 他就可以成功繞到雙人線的背後了 還想再打喔 先找一下附近的野球 不過也是蠻怕對面的一波進攻 所以小布朗姆過來拆了這一個 算進去野區的正中央眼位 其實我覺得如果馬雜是一個很兇的人玩 剛剛就可以握珍娜了 珍娜是一個在滿白目的地方被鬼緩到 我覺得一握他 伊德跳上去是很有機會把他激活成的 直接秒掉 而且因為治癒在他自己手上其實 還有一些 他沒有別人有保護技能可以保護他 所以他是很容易倒的 他的這個也沒有表了 現在很痛苦啊 對於HKA 要出來其實都要思考一下 不過剛剛也是算抓到了N17 五人回補的一個空檔 不過N17這一個五人回補 似乎是有想要來做一點事了 通常很少會是五個人一起走的 但是五人回補是有機會 可以完整的補裝之後 來打團戰或吃巴龍 這一波 可是3Z還是沒有換傳送 所以如果真的打巴龍戰的話 3Z可能會走得非常非常久 或者是根本就來不了 還是N17似乎認為 他們的四打五是有機會可以打贏對面 所以不過這個 我覺得TP還是蠻重要的啦 除非你有單殺 你有想要單殺這個船長 我覺得可能真的 對巴龍的施壓時間 要再趕快 就是更緊緊一點 不然他們 會有一點在浪費優勢的感覺 時間被拖住了 然後6000塊領先 現在算還蠻高的 但等一下就不算了 因為畢竟HKA是有個後期 後期保證啊 對後期角色優勢的保證 而且真的這個團長 庫奇其實都真大 這些角色其實在後期真的是蠻厲害的 布朗姆到後期的話 也只能敲前排 對 他是一個沒辦法出這種魔器的角色 是可以出 不過很難出發就是了 所以在後期有這種魔器 有裝射手 打會戰就 硬是對方還要搶 對這次我們已經改過 但我覺得整體還是 在後期他還是有一定的效果存在 現在 HK也知道啊 就你不做事我根本不做嘛 我只要守住塔就好了 HK反而就 打得慢 我覺得在這一場 他們就有改進的 像我們看到第二場 那種比較 太過於 太急的這種想法 對 他們這個打起來其實已經開始 緩慢 盡量不過合到 可能視野比較短一點啦 這是唯一的缺點 那巴龍也可能 要被N7可以帶走 那 現在是慢慢往前步 喔 只是剛剛 坦的 這一個握手 目標 沒有握沒有握 被 四個血的這個粉眼 給窺探到了三個人蹲的位置 對他剛剛是可以考慮 閃現握扎克啦 不過他因為有水行血的關係 所以是 有可能直接在還沒握完 之前就活著跳走 他有被動 最好是他有被動 可能會讓那個被動讓船長TP過來 無打師 吸血鬼沒帶TP還是很虧啦 對 對 剛剛有看到其實 MEC在一開巴龍的時候 吸血鬼就已經離開小路 往上衝了 不過他們剛剛選擇 用BET的方式 拉掉巴龍 所以吸血鬼又回去了 看一下這一波 閃現握人員 還是嘗試要把這一波視野給排清 不過排之後 沒有吃巴龍 如果他們有看到 Gear也是有傳送的 所以剛剛Gear把魔打乾了 直接回家 然後對方開巴龍 再真的傳過來就好了 也不怕 這不怕 就現在真的 HK是有這個能力打慢的啦 他有兩個TP 這一波NC不敢開啊 6000領先 但 這一波扛巴龍的團戰 可能你要 810000才可以打 有點可惜 因為他們 喔 要開來了 要吃這一波RUSH 有感應 HK的人 全員要過來了 布朗姆在前面 卡住Germanite 如果能打暈還行 這個巴龍已經掉了一半的血量 最後NC的人選擇出來 右邊位置 已經先把3D給打退 不過前面 札克已經成了4塊 酷奇 拉打被卡伊斯給貼上 不過札克正在復活 這時候 幕後選擇是不斷的砍死 這個酷奇 前面位置 一次破甲劍的進場 搭配珍娜的回血 因為反已經進到了8成的血量 不斷連點人 這一波NC 不太能打而復活的Germanite 可以抓APEX APEX也是跑到了非常危險的位置 被Gear直接點掉 這一波HKA 反身回答 哪打了 哪贏了這個團戰 而且有機會吃巴龍啊 Gear的拉打真的太漂亮了 他是直接把大部分的人都引到左邊 所以即使他們打出了Germanite的肉塊 但是Gear的拉打能力 讓他們沒辦法打巴龍 也沒辦法打肉塊 更沒有人可以去打右邊的會戰 現在剩下兩個人 四個是下路雙人組 想要嘗試跟著吃巴龍 感覺是蠻有機會的 不過可能要賣一個人 這個血量 回身要打 這一波HKA是鐵了心想要吃嗎 還是正在釣魚呢 這一個選擇怎麼辦呢 一個Rail打巴龍 一下把扎克帶走 這讓Durr想要繼續的秀 往前Q進了沒中 MAR出發一進了 不過還想要再稍微Poke一下 Poke到了 剛剛看到Durky在對方打巴龍的同時 Poke到非常非常多的人 加上他出的是寒冰霸拳 所以其實每一下Q技能都是個小小的AOE傷害 這個傷害也讓對方沒有辦法吃巴龍 而後續NC直導抓掉對面Jungle 哇這個風向又來了 我的風向 風向又來了 趕緊吃 好亂啊 哇這個扎克倒下 就是被Poke到完全頂不住啊 中期的E3R打冰拳還是十分有效果的 水滴已經疊晚了 沒錯 所以其實剛剛在那個Jungle的裝還沒成型之前 是很難彈出巴龍的傷害的 然後加上真大的風也已經吹過了 所以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把大家的血量給拉起來 扎克如果不跳出去 要抓那兩個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可以看到這邊 其實Gear就一直在無穩定的對前排做輸出 所以其實到這邊 扎克已經變成肉塊的同時 他一個人真的是拉打了非常非常久 然後其他人又被剛普的大姐給限制住 所以卡伊斯跳進來之後 Gear也收不掉 然後扎克也收不掉 然後其他人又被籠罩在 鋼埔蘭克的大姐的範圍內 沒有辦法繼續之前做進攻 哇 最後也沒有辦法 APEX孤立五元殘血的情況下 還是整個屋台被收掉的畫面 回到了下半戶的一個紅BUFF團戰 雖然已經被撩住加熱斬線拉開 不過船長的大姐非常的痛 直接阻斷對面N17不論是追擊的一個狀況 趕緊是拉掉N17趕緊跑 我真的覺得N17最可惜的是 就是二十分鐘巴龍剛出的那個時間 他們其實演味那個時間做的是幾乎是近乎完美 但那個時候沒有開啟巴龍 我覺得有點太可惜了 現在到 到現在其實 Gear兩件裝加法穿鞋加水銀 然後 法洛斯也兩件好了 所以現在打團的話誰贏還難說 對 雖然N17拿到了巴龍 不過剛剛主要是經過一波拉扯 而且剛剛那波確實就是HK 以扛著大約六千塊的一個團戰嘛 就是打起來還是打到贏嘛 一個將近是就是一換三還零換三 就是這個換法 就不是一個六千塊該打出來的團戰 但是以角色的差距來說確實是如此 怎麼看 不太對不太對 我卡利斯在草叢特別強 但你船長15等 對算了算了算了 數學有學的都知道 高速路過 他好像是一個很那個移動速度很高的眼 再看一下 欸選擇要打了一套 對面刺個橘子拉一下 步伐還是蠻痛的啊 對他一定是還是很痛的 腦間半的裝備還是可以打啊 有加上暮色黑人的攻擊力 不過不敢深追 對面這個天使甲在手 還是不敢深追的 稍微消耗一下就好 反正他在那個淘寶裡面很強啊 拿技能這個淨草叢就可以再度拉開 現在我覺得HKA要贏的話真的要忍住 他只能做一些 就是一定要夾緊到尾做一些防守眼尾 哇 直接進來打一套啦 P了一個光盾 真的在旁邊看一下 雖然有魔 不過大姐這時候扣著 對 因為剛剛複色黑人 已經打在船長身上的關係 所以這一波爆發沒有顯得剛剛那麼高 我下路的塔也是整個無奈被拿掉 而且中路的一個二塔 HKA也是非常無奈啊 就算這個暴風箭的盾套在塔上 塔還是要掉 而且往前 還在秀 伊德瑞超痛 而且Q還蠻準的 在這兩波 直接打對於對面的carry 人進人員 轉點 跟著吸血鬼來到下路 我真的覺得 如果你掉八龍的話 六桌外塔給掉是一個基本的禮貌 現在的話就要看能不能鎖住 這個風擋掉很關鍵喔 不過炸到了伊德瑞 這個大姐直接下 HKA想要打伊德瑞去每一技能的情況 要往後拉 多連鎖留住的是布朗姆 Dreamer 直接貼了隊友 趕緊躲掉了札克的跳 札克沒得辦法 只能用大絕先回身 吃了真辣的回血 哇 這個Dreamer哪裡開戰 沒有成功開到啊 這波如果開到AD的話 HKA是有機會可以來反打的 剛剛Dreamer的那一個大絕 開得太漂亮了 那個直線是直接堵住了那個窄口 所以直接阻斷了所有人的追擊 不然的話以剛剛3的血量 就算腳的智力往後拉也是非常危險的 那個連桶接到搭船長大 對 再加布朗姆大 對 布朗姆的反開大絕 是反擋掉了 要不然 剛剛那一波的一個MVP可能就是損戰了 他這個消耗其實非常強 綠色這兩波其實給出的效果 都有勸退對面 所以讓巴龍的世界可以稍微再拖住 應該也差不多了 這巴龍應該也差不多了 要結束了 HKA在經歷了這個巴龍之戰之後 也是沒辦法 失去了六座塔 巴龍沒了 不過NCH也感覺絲毫不怕 繼續逼 也逼入這個兵線 等一下這小龍 所以巴龍的視野也是全盤掌握不怕 在3D位置開啟鬼步 要追 吸了一口爆開日子交閃線 哇 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 對 因為如果他 他如果在這麼外面的位置 被打出復活角的話 有可能是會直接再撞掉一顆人頭 一顆人頭的 另外一個很尷尬的是 就是你的閃線是300 他的鬼步我記得應該是100已經不到吧 對 而且跟他其實MASA 他已經靠得非常近了 如果真的倒下去復活的話 一定還是會死的 而且CD實在是太快了 他沒有出這個耶 沒有出那個CD鞋 應該也是100 120 鬼步現在這個CD 法術的效果也是非常恐怖的 對 而且其實不只法術 那個騎士的最後一行 還可以再減5%的所有裝環之間 銀河四劍 對 有這個眼睛 這個塔也是無奈放下 不敢往前 吸血鬼210 吃兵術領先60隻 吸血鬼也是挺肥的 四劍半的裝備 驚人帶手 現在比較少出腰帶 對 他這場如果有優勢的話 感覺是可以出個腰帶 但他如果真的選擇要單打的話 腰帶是比較偏向團控跟自保裝的 畢竟他給的AP係數並不高 再看一下 誰 要守住這個水晶兵衛啊 一個水晶兵衛 一掉 就是輪番的掉啊 這個一掉後中路也會有危險 對 發龍上路都有危險 因為一掉就是直接多給一出 多給一個 一條線的壓力 那條線就等於不用帶 也會有超級小子自己升進去 所以他們一定要守住這個兵營 而且雖然HK有雙TP 這一個下路可以用人去守 不過這兩個雙TP的人 他們都不是一個很實 根本不是坦克 所以他們TP的位置會很受局限 對 而且他們其實兩個人 我覺得都不已經打得你邪軌 那Gear的話 如果拉打順利的話 是可以打得一個 但是我覺得3Z 大頂多就是不要被你打死就好了 他一直把兵線往內送 他們會過得很痛 這段非常痛苦的APX 再來上路稍微輕一下 HKA因為在被連續的拖後 現在就真的在外面是 絲毫沒有他們的視野存在的 他們視野非常的淺 就在他們的基地旁邊一點點 下半部有一個眼睛而已 其他位置其實比較難 有啦 巴龍那邊還有一個 我以為就僅此了 那個被清掉 HKA的巴龍或是全部都沒有眼睛 哇 我下一條剛好是火龍配巴龍 幾乎是同時出身啦 只要M17只要把視野做好 先去吃火龍再回來吃巴龍 我覺得這一場HKA就很難繼續拖下去了 喔 這一波 感覺不太敢 感覺是不是如果他吃龍的話 我覺得如果HKA HKA可能至少要跟他們對面換一條 我覺得可能會拿 對應該是HKA要拿到火龍 會比較合理 可以換 不是也不夠 所以他們也不太確定 他到底在吃什麼 對 不會有聲音傳給你 對 這是火龍 現在 之前的改版就是 現在吃龍都會全屏公告了 對啊 但要吃完 對 你就看別人享受完果實之後 然後你會被嘲諷一下 對面吃完巴龍囉 你們要輸囉 好討厭的感覺 有點討厭 但是HKA趕緊出來 在趁這個 Gear有包裹的時候走出來 用位移的移速能力 趕緊過來看一下巴龍附近 這樣子是確保的視野 不過M17先順勢轉下 卡莉斯在附近 喔 喔 被抓到了 不過抓不到抓不到 這邊沒辦法 他跳都還沒用 如果他是剛好 把他用跳的過程中撞下來的話 那個真的太漂亮了 有可能會 喔 這邊真的使得Rush了 他們感受到了 有人在吃火龍 而且比較多人在下半部 所以直接Rush 不過看不太住 這也太趕了吧 這波直接是被噴了一塌糊塗啊 只能退啊 因為這個位置要被卡啦 呼 在左邊 噴了一個W 哇 這張Gear的血量 是一定要Record的 不然他等一下跳進去 就只能更弱快而已 這邊進來再進來 完全是看不到啊 這個連續隱形 而且因為現在道具展 不知道為什麼說起來 所以不確定他有沒有耗戰 只能可以拉他的血量 喔 有 看 有 有 有 這個82 這個82跳得是快又準啊 剛講完就馬上 直接爆跳一波這個血量 大爆跳一波 直接大爆跳 現在直接拉回來 反身要直播 後面TP要來了 這個TP是船長啊 哇 船長從那個位置下來 喔 不過先 先騙掉了一個TP 還有一個 那還有一個酷奇的 下路可能 要不要再選擇 再去單帶呢 夠穩 還會再選擇 讓只有一個人去單帶 那可以讓 讓可以換TP的人去單帶 現在有可能會讓 伊德瑞自己去吃那條火龍 然後其他人只要守住 巴龍區的視野 這樣就好了 這還是不換 火辣滴沒有 還是沒有換TP 這邊要來 看起來是要接團的是吧 感覺是要來接團的 火龍吃到一半 不敢了 趕緊先退 因為對面的視野 看不到對面的人 另外一邊 抓到的是中路的船長 TP 哇 這個 所有的招勵是技能 都差一點點 天使甲直接被打出來了 這個閃線就差0.7秒 有沒有機會 沒有機會啊 剛轉好而已啊 他閃線剛轉好 對 看起來 還差一點點而已 非常可惜 不然的話 他有可能是可以閃線去六鳥那邊 讓自己回家 其實抓準的是 分秒是差 再過五秒這樣抓 船長吃個橘子就走了 對 非常漂亮的這個抓點 現在只能嘗試了 HK這一波是不能放的 反正抓了一個布朗姆 進場的JM奶 只包了一個布朗姆回去 自己被打成了4塊 前面的三個人 無法阻止 雖然酷琦很痛 但這邊進不了場 蟹鬼直接一個閃爆加大 跌一點血池 直接逼退了對面 不過剛剛看起來 酷琦的傷害是非常 哎呀 扎克中路還是被抓 不過這邊不 要看一下他們Poke的表現 因為看起來酷琦的傷害 是非常高的 看能不能用三人小組的傷害 來阻止他們吃拉龍 可是對面CC其實真的不是說很強 不過他好像 踩個HA秒組的樣子 就直接吃火龍 剛剛其實看一下 HK整體這個陣容真的是 被打得有點凌亂 而且因為是人少的關係 對 畢竟他們少了一個鋼鋼 少了一個最關鍵的團控AOE 我剛剛看其實Gear的傷害 已經非常非常高了 一個R 再加一個Q技能 再加一個普攻 其實細節鬼就已經大爆血了 不過還是沒有辦法打到火炮 對 說實在 其實這個CC其實除了Mazza 布朗姆也就沒了 而且 就不是說這麼容易就可以命中 因為Mazza基本是先手開 那其他的CC其實比較難抓到 是有機會可以讓HK的兩個AD 做一些拉打的空間搭針 其實是有機會打 但剛剛確實我覺得 就你能打最多也就是10%勝利吧 對 所以那個時候不太能賭 還是選擇吃個火龍比較保險 其實他們等到Gear出完火炮的時候 其實有可能是讓 有機會讓Gear飛去後排打 飛去後面打後排的 有一個感覺是 這一波就打完 就想要應該是可以拉 就乾淨拉掉 因為就斷了這邊18龍才是重點 對 看到其實這邊Gear是一個Q技能 打到3個人 傷害已經非常高了 不過這邊其實 3Z的進場也非常漂亮 我覺得3Z沒有這個進場的話 可能Gear跟珍娜會繼續再擬一面Poke 然後可能會 把MV7的血量打得非常低 所以算是3Z的進攻化解了 讓Gear繼續Poke的位置 對 直接用閃爆勸退了 對 大爵直接勸退對面 Etherail發了一個 大爵 這個大爵去哪裡了 好 不知道 沒關係 應該是 應該是 外面有人在叫他 感覺是這樣 要不然沒有理由了 或者清兵 可能吃個紅BUFF之類的 剛剛不太確定 沒有看到太清楚 這邊在 怎麼會 要跳 札克最後還是可以抓到布朗姆 自己直接被握住 但沒有被鬥情況 可能要倒了 大爵開不起來 有開就彈了一下 有效果 沒了札克 沒了先手機會 雖然有法洛斯 不過完全不敢開啊 打掉了 其實我覺得可以讓兵贏耶 因為其實HK兩場都是在對方 有發浪的時候選擇主動開 但其實你們是一個往後起 脫避不虧的陣容 所以其實 我自己覺得只要主堡不爆 你們讓東西做是情有可原的 不是我們一直拿之前的東西來說 94分鐘的那一場真的是 水晶明爆了又起 騎了又爆爆了又起 但最後 他爆到後面他就贏了 對 就 是有時候是可以選擇放的 只要主堡不爆 你都有機會 其實讓一些東西是沒有關係的 對 當然前提要有什麼西維爾之類的 不過酷奇也可以 也可以半重蕩一下 對 卡莉絲 卡莉絲是對面 算了算了 沒辦法 酷奇啦 可是現在八樓頂不太住 這波如果被開到三個人會死的喔 吸血鬼 閃電快轉好了 靠著他的這個 法書 哇 選擇再跳 這又怎麼了呢 這選擇要開戰了 不敢退 直接秒殺 吸血鬼進場一個爆 但是也是船上已經倒了 一直越來跳了出來 開始連效普攻 點死了一個想要包裹離開的酷奇 所以是想要拿誇爪 沒問題 會不會拿到Panda 看起來等於是不會給的 不過比賽要結束了 A7這一波 看起來想要拿Panda 五個人在準備 三個人來溝通說 兄弟 要不要拿這個Panda 但不知道是講英文還是講英文 對 但是這邊看起來 有沒有要打呢 應該是有一點難進來了 給Panda嗎 這邊要拿Panda 一個爆沒爆到 三個人尷尬 兄弟快推 我這邊 成素不要讓我死 恭喜A7 2比1 結束了今天的對決 拿下了他們LMS 2018春季的第一場勝利 我覺得第一要佩服的是MEC的調整速度 他們第一場算是被完敗的 就是他們沒有選擇任何嘗試 就直接被結束了比賽 再來第二場 藉由對方的失誤 抓緊失誤 抓緊優勢 慢慢的往前推 然後打贏了這場 再來是 再來是他們發現 隊友的Carry能力真的很厲害 所以選擇封鎖掉三隻AD角色 讓他拿到可以單人Carry整場遊戲的AD 然後在最後選出一個 我覺得Dreamer真的發揮得非常好 好幾次的灰彈都是被他化解掉的 他一個冰河烈系敲出去 然後對方就完全停止公司了 就算鋼布朗哥炸得再好 他們也是沒有後續的傷害 可以去傷害到一整瑞而已 只是說真的 在Dreamer跟Stanley 在這三場其實真的功不可摸 就算第一場其實是落敗 但他們其實也是有努力去抗衡 在二三場慢慢保持了一個狀態成功反打 這個N17 今天這一場包含了大哥 對不對 現場的一個加持 真的是讓N17 雖然輸了一場 在後續毅力不搖 也是拿下了這場整場的一個BO3勝利 那HKA比較可惜了 他們在目前兩場的一個對決是 還沒有一個BO3的勝利 那當然最後的一個賭注 當然我不能說錯誤對 因為那個開戰可能他們是 有可能怕要結束了 因為巴龍那個時間點的推進 其實搭配他們的推打速度是非常快 所以他們想要在進來之前 一波打 就算沒打贏 可能把小兵給清掉 對 小兵也是勸退對面 最後就是被對面追了一波 那也沒辦法 這場場看到其實HKA是非常敢開的啦 所以他們可能後面要考慮 要不要乾脆就玩強開陣 因為就從第一場來看 他們玩強開陣是非常厲害的 他們幾乎是開到MV7錯所不及 完全是放棄任何的反鎖能力 所以第一場很快就被HKA給rush掉了 然後第二場的話 第二跟第三場選擇是偏後期的陣容 但是應該說第二場他們選擇強開 但是太多次失誤了 第三場也是 所以他們可能之後要思考一下陣容 跟他們的陣容搭配的打法 對 那我也相信他們的後期 應該會再去做這個調整 因為畢竟比賽剛開始 不過做了一個 就目前一個208 相信他們要趕緊大步調整 對 沒有辦法有太多的時間了 那我們還是要恭喜H 拿下這一場比賽之後 馬上幫我們畫面教一下 菲乃老師來分析一下這第三場比賽 好 謝謝部分謝謝 不過問題呢這場比賽呢 最後MV7拿下來2比1 戰勝他們的對手HKA 也在他們本季第一場比賽中 拿到了勝利 那這場比賽呢 在這個遊戲的前中後期 也有非常多可以拿來討論的地方 我們首先 先來看一下在BP上面 其實這場BP的話 這個因為換了一個中路選手嘛 那以周老師看來 其實死哥 然後麻辣 然後換成現在酷奇 你覺得整體上來說HKA 有因為這個 Gear上場改變什麼策略嗎 就是第一個可能酷奇 本來就是Gear他比較擅長的角色 但其實整個整體HKA 他們的陣容選下來 也是非常就是偏後期打團的 但重點就是前期有一波下路 直接掉了四顆頭 而且有兩顆落在了血鬼身上 所以導致後面可能剛補 擋不住血鬼這個分推位 那卡利斯跟馬達 他又可以在野區一直做 抓人的動作的時候 其實感覺HKA 就是打得很龜 就是他們只能慢慢的防守 那一直有被NEC這邊找到破斷 所以這場就是結束了這樣 對 那在上路這場 又拿出了鋼普朗克耶 這個以AGA老師看來的話 連續幾場HKA 就選擇鋼普朗克這隻角色 你覺得對整體上來說 他對地圖上面的影響力 就比如說大絕全球支援 這些東西有打出來嗎 我覺得鋼普朗克第一個 是因為現在那個切到的天賦 可以讓他裝備成型得很少 然後再來是他的大絕在這個 你在邊線推的時候 他的這個手線的效果 其實非常非常的好 那但我覺得這邊其實 麻吉算選得很聰明 就是他選了一個鞋鬼 一樣是跟你對農後級 然後拼團戰的 那其實這場 我覺得鋼普朗克在線上打的就是 就是中歸中主 其實沒發生什麼事情 那最主要還是下路的那一波團戰 直接讓鞋鬼取得 應該說整隊麻吉 都拿到很好的一個發育 所以他們的選角 包含了馬爾札哈 包含了卡利斯 再包含了吸血鬼 其實都是很需要經濟跟發育的 但那一波一打贏了以後 直接讓他們經濟拉開了一個差距以後 後面其實HKA就變得 需要去扛到 可能雙射手都已經集合 裝備整裝待發之後 才能再板打了 所以兩位都覺得在這個 下路那一波團戰 可能是這場 非常重要的關鍵嘛 那我們就馬上來看一下 在下路呢 發生了一波非常 應該說遊戲前期的時候 就有一波直接是進攻下路的 這一波大節奏 這邊呢 我們請這個 X老師來幫我們 看一下 首先原本是MV7 往前要做進攻 我記得這一波 其實在前面已經有打過一些 技能上的消耗 那這邊的話 麻吉直接往前做進攻了以後 其實我覺得是 隊員集結的問題 就整體來說的話 其實麻吉的整個隊員 到的時間點 其實都比較早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 不管是 Gamini 或者是Gear 到的這個時間點呢 老實說他的隊友都已經先倒下 就等於是 這邊HKA基本上沒有是一個 4打5的一個碰撞 他們基本上是2打3 然後2打5 這樣人數越來越劣勢 就是 就有點像那種下水轎的感覺啦 這周老師剛剛 這 酷奇的閃現你覺得 這閃現進來是 必要的嗎 呃 其實我的目光沒有放在酷奇根上 我剛剛其實都在看雜客 雜客 雜客其實在塔 尤其在自家塔下 他控制多 其實可以再打一波反開 但 有注意到的話就是 他是用一跳進場 重點他沒有跳到半個人 然後他就這樣走進來之後 就開始晃 因為他 他根本也 他的R也沒有辦法R到別人了 就是他就是這樣晃進來 所以 我覺得這波問題可能就是第一波 一開始就是HKA的溝通沒有溝通好 就是可能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鋼譜是沒有TP的 所以 鞋軌到場的情況下 我覺得 酷奇跟雜客 可能有點就是退不掉 所以硬要進場 那 我覺得後面的會戰就沒有辦法 因為 前面一開始的2對2 就是已經 真的跟 法洛斯的招都被打完了 所以才會變得這麼慘 而且我們看到其實是在地圖上面 有非常多的視野喔 這個 是HKA 他們這邊是不是溝通上面沒有做好 因為其實這麼多視野 然後還被對方這樣強硬的直接 帶不下來 麻雜走下來 然後還閃過牆 這感覺上出了一些 可能地圖控制上面的問題喔 我覺得這個最主要也是在 就是在前期推線上面的一個差別 對啦 我記得這場的話 麻雜是有帶那個小兵去植器 就小兵去植器 在這個東西 在你在早期推線的時候 其實有幫助 就如果你先把套車處理掉的話 你進去 跟卡莉絲進去布視野 其實他們在視野的這個 清除權上面來說 以及這個移動的時間點 會比較早一點 我覺得這也是 麻雞在這場的話 做得比較好的一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Move這邊的話 是很多次頻繁地利用他的大決 這前行的效果進入野區 就把視野建立起來 沒有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整場比賽結束之後呢 在數據上面一些統計的資料 我們來看一下 由於時間呢 總共是38分58秒 那人頭上面 4、13、9 對上13、4、36 經濟呢 65200塊 對上83105塊 是這三場比賽中 比較大的經濟差距喔 然後破塔數 11比3 並贏3比0 那龍數呢 也是3比1 遠古巨龍都沒吃 但巴龍是2比0 我們看一下左下角的 這個總體輸出 一直都為了打 全場最高 將近要40K 39.9K的傷害 那在HK這裡呢 最高的是中路的酷騎 19.4K 其實在對方MVC這裡 也有一個吸血鬼 也是打19.7K 所以這一來一往抵銷 之間可以看到 兩邊的輸出差非常的多喔 那經濟曲線的話 我們注意到在 這場比賽 跟前兩場比較不同的是 這場比賽其實在前期 10分鐘前呢 有非常多的經濟 領先互相交換的情況喔 那一直到13分鐘 14分鐘左右的時候 才由MVC開始把經濟 大量的拉開 整個經濟一拉開之後呢 就是兵敗如山倒了 對HK來說 再也沒有機會追回來 這其實 這個周老師 在巴龍前面 HK曾經有一波反打機會 把對方想要吃巴龍的MVC 帶走非常多人 但好像沒有辦法 藉著那一波機會 把這個優勢想辦法拉回來 甚至是追回去喔 對 因為主要那一波打完的時候 這邊M17的一直還活著 所以他一直在旁邊 一直做騷擾動作 雖然HK有五個人都活著 但其實血量都已經非常非常長了 而且還一直被Poke的過程中 他們的雜刻還先被Poke倒 跟巴龍打死的情況下 剛好他們撤退的時候 M17的人活 就直接過來順勢把這條巴龍接走了 你意思是說 就是他們那波團戰算是贏的 但是沒有辦法拿到巴龍 所以很可惜 沒有辦法拿一些什麼經濟 多追回來一些是不是 對 因為雜刻他就是 他出完余境之後 他是很快上號戰 但他就是純血量而已 他沒有什麼多餘的雙方 所以他在扛巴龍跟伊姨在身上 他的隊友其實也有點 就是沒有想說 就是至少這個Jungle 保住我們巴龍五個人拿掉 掉一兩個人頭都沒關係 就是反而自己這個雜刻還先倒下 沒有錯 那在這邊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場比賽 第三戰中 拿到KEYPLAY的選手是哪一位吧 好 是我們的MV系AD選手 本場使用的角色是EazerRail 七殺零死 五次的助攻 限速來到了405 這個再新的D加入了 下路線依然是雙D 那 EGG老師你看這三場 這個新AD 你覺得他表現如何 我覺得他第一場其實 那個KEYPLAY算是玩得 就滿普通啊 就也沒打出什麼太好的優勢 不過二三場其實 都有在線路上面拿到優勢 而且在團戰的站位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每次雜刻要跳進去的時候 也不知道到底是這個雜刻 自己跳歪呢 還是這個EazerRail很會閃 就每次他只要跳的時候 EazerRail基本上都可以安全的撤開 然後讓那個雜刻只跳到布朗姆 所以我覺得他其實在這個團戰的站位 都非常好 有幾波的團 甚至像是巴龍那一波也一樣 就是他雖然說是被 被對方從後面繞了進來 但他還是可以站到一個比較安全的 一個輸出位置 我覺得這也是 麻吉在這場的團戰裡面呢 可以立於不敗之地的一個原因 好的 那這邊我們也恭喜M17 在這個BO3中 以2比1戰勝他們對手 那馬上就請我們的主持人傑希 來採訪一下我們獲勝隊伍吧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2018 LMS春季聯賽 第二週地鐵賽事 我是主持人傑希 在我身邊請到就是這個M17的 輔助選手Dreamer 來接受我們賽後採訪 大家好 我是M17的輔助選手Dreamer 來恭喜你們今天獲得勝利 不過呢我們今天三場比賽看下來 M17好像狀況還不是這麼的穩耶 經過三場比賽之後 你現在自己的心情感想怎麼樣 很緊張 因為很久沒開賽了 你現在還很緊張 打完了 還是緊張 為什麼 第一場沒有打得很好 那你覺得今天隊伍可能 出現的一些小問題是在哪裡 我們第一場有溝通的問題 跟下路兌線的問題 所以害得那場遊戲很難打 不過你自己都講到第一場比賽 因為我們知道第一場的HKA 是拿出一些比較特殊的陣容 例如說死哥 是不是也是因為這樣子 還讓你們有點防備不及 死哥是沒有想到的 但我們沒有去打出我們要的風格 OK 了解 那我也想問一下 因為在第一場跟第二場中間 其實你們第二場的話 感覺出來你們的溝通非常好 跟第一場非常不一樣嘛 那第一場跟第二場中間 教練團或是後勤是 有沒有提醒你們是什麼東西 教練團就 BP完就覺得 相信我們準備要打第三場 所以他們已經先去準備第三場 這麼有自信就是了 好 那我們再來講到第三場好了 最關鍵的一波呢 絕對就是你們下路雙人線防守巴龍那一波 可不可以幫我們講一下當時的情況 因為你們是誰決定要去兩個人 防守對方五個人的 就是全部人決定 那條巴龍不能放 可是 因為我們前面打得不好 只能從那邊彌補回來 團戰輸了 對 因為你們那時候是算領先六千塊 然後輸了團戰嘛 OK 了解 不過是不是也是因為那時候的AD 是一者入也才選擇這樣做 如果是其他的AD的話 你覺得怎麼樣 其他AD 還是要跟他拚命 還是要跟他拚命 義氣就對了 隊友都死了 我們也不能狗活 是這樣嗎 輸了就結束了 輸了 你這樣大哥聽到真的要生氣 好啦 那我也想問一下 因為我們知道的M17在本季呢 是由這個打野Move以及你們的AD選手 我們來講一下他的ID 正確ID到底怎麼讀好了 我都叫他DU 我都叫他DU 我是唸過的嗎 因為我問過很多次你們的後勤 他說是DIR 所以你都叫他DU 對啊 DIR好難唸喔 要請捨 DU比較好唸 好 那我以下訪問我就用你的講法就是稱呼他囉 對啊 這樣不是很好唸嗎 DU 好啦 不過那我也想問因為兩位韓員選手嘛 那我想問目前M17的這個團隊溝通啊 是什麼樣子的情況 又什麼語言 中英韓 主要是中文跟英文 對 因為我們只有Jungle聽不懂中文 韓文 可是你們會講韓文 我就說就是像你們 Apex啊 Sandy 你們會講韓文嗎 你們講什麼韓文 基本上都沒講 基本上 就學了一句 Handay Handay 不行對不對 這個我知道 OK 所以還是中英為主 好啦 那我們就是你們慢慢調整嘛 那我們期待你們之後的磨合 好 那我也想問喔 今天這個對線的這個對手 也是一位韓員輔助Destiny 你今天跟他交手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感想 就他也是很兇的輔助跟 他在韓服的時候就色雷西衣為名 就太喜歡打熊了 開戰 就性格蠻相信的 你覺得他跟你算是比較類似的選手就是了 他玩的角色都跟我差不多 是 好 那再來講到你跟DewO今天的搭配 你自己覺得怎麼樣呢 我覺得第一場不太好 然後我們隊友把我們hold住了 其他路 中野上都把我們hold住了 所以我們後面才二三場打比較好 OK 所以第二三場其實是大家都回神了就對了 OK 那你覺得今天最重要的獲勝的關鍵是什麼呢 幫我們總結一下 獲勝的關鍵喔 就我們中路只要雜客跳出來他就被綁住了 就直接開打就贏了 所以雜客跳出來反而是信號就對了 對面雜客跳出來 只要他被綁在那裡開不住他的人 那他們就死了 反正就是中路先犧牲再說 其他你們再打回來 OK 好啦 那我們謝謝Dreamer 接受我們的採訪內 恭喜M17在本季順利的開湖 那下半場的比賽呢 即是吉祥遊 換了新陣容的閃電狼 以及新成立的隊伍 Team Afro要對決囉 那我們休息一下 2018春季聯賽馬上回來 給我一眼 給我一眼 喔 沒眼 TP嗎 我沒眼 我TP 我TP 拉出來 拉出來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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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擋 來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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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來一隻 喔 來一隻 他吸我 打嗎 可以可以 我可以吸你 快進來 馬死了 馬死了 抓了 麻煩沒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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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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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賺 他還沒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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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大龍嗎 我直接來 OK 前衛 Nice Penta Penta 不要 不要